Hello,大家好,我是Miss Ginny So,今天呢,会教大家的部分是古诗的一个部分 好,So,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会讲的古诗叫做江上渔泽 So,大家知道他的作者是谁吗? 嗯,他的作者叫做范仲淹 Ok,So,这里呢,古诗到底在讲着什么? 他的内容有这一些 江上往来人,但爱如与美 君看一夜周出没风波里 So,首先第一个什么意思叫做江上往来人 他这篇整个古诗的意思啊,大概就是这样子 他说江岸边,Ok,就是那个江我们讲河边 有很多人走来走去,来来往往 可是呢,那些人只喜欢这个鲁鱼 Ok,一种鱼,它鲜美的味道 他们只喜欢吃这个鱼 可是你注意看,其实远远在河上 在江上,有很多小小的渔船 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在这个海浪中 也就是讲呢,其实海上有很多的渔船 Ok,他们都在做什么的渔船 都是出海要这么捕鱼,对不对 可是这些人走来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 所以呢,这篇古诗要告诉大家 要珍惜粮食,因为这些人都是辛辛苦苦 他们带过来的,Ok,辛辛苦苦的付出 然后抓鱼,就好像这些渔船上的渔夫 他们辛辛苦苦的去抓鱼,然后带回来给我们 这些人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珍惜他们的付出 好,来,这样下一个 今天老师会教大家一个技法 So,一个叫所以技法跟协议技法 给大家来记得这篇古诗的内容 So,要把它背起来,因为考试会问到的 好,第一个,江上往来人 我们讲江上,Ok,就是讲河上嘛,海上面嘛 然后呢,再来很多人走来走去 所以我们画一个图片,江上,看到吗? 往来人,看到吗? So,第一个,江上往来人 第二个,但爱如与美 但,老师画一个但,Ok 爱如与美,Ok So,第一样画上去 但,Ok,老师画一个有爱的但 Ok,有爱心的但,但爱如与美 老师用一个美人鱼来代表这个如与很美 Ok,So,如与美 来,第三,君看一叶周 Ok,So,老师用君看一叶周 Ok,So,君,老师画一个君人 他在看一个叶子很像周 很像一艘船这样子 君看一叶周 来,最后出没,风波里 他一直出,进出,进来出没 风波,有风,有波浪,里 Ok,So,老师也是画上去 出没,看到吗? 进进出出的,出没,风波里 好,So,这就是我的爱 memory So,我们来念多一次啊 江上往来人,但爱如与美 君看一叶周 出没,风波里 Ok,So,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古诗 好,So,大家可以帮我排一排 哪一个是第一个 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是 好的,没有错 第一个,那个图片出现人 对不对,有江,江上往来人 第二个呢 蛋爱,如与美 他们喜欢那个如鱼的味道 很美味 来,第三个 可是远远看 哦,看到有一艘船 君看一叶周 最后出没,风波里 好,So,老师今天的部分就到这里 So,谢谢大家